就是硬气,听证会后孙杨打出5G重拳,这回WADAL慌了,作为当事人,孙杨在听证会后持续在社交媒体上揭露真相,而他至今为止打出的5G重拳,已经让正义的天平逐渐向他倾斜,在事件持续发酵的几天内,孙杨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的最新动态,而截止到目前,孙杨已经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中打出了5G重拳, 在表达态度的同时,孙杨也在不断地质疑WADA,在采访中,孙杨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听证会结果的自信,以及对WADA在检测运动员是否服用违禁药品过程中不规范情况的质疑,以上5件事,可谓个个都是重拳,不仅展现出了孙杨自己足够的硬气,也表达出了对WADA的强烈质疑,在孙杨持续揭露真相后, 恐怕这回WADA要慌了,毕竟如果WADA的这些违规操作被证实的话,他们很有可能会遭到孙杨一方的起诉,如果届时孙杨胜诉,那么WADA必将面临巨额的赔偿。